台北這個城市的一些影響 那我們今天想要請到是雙春希老師 那他過去對於台語片有相生的研究 那他在老師東華大學 英美文學系的教授 那老師這邊 我們等一下進行的講座會進行一個小時左右 那大家如果等下對於這部片或台語電影有疑問的話 那都可以停止 那我們等一下就先來進行講座 謝謝 謝謝你的建章 然後也謝謝光點安排這個台語片幫助活動 我今天剛才從畫面來 然後在續火車站路上出一點小狀況 然後我每次在這種要趕台北火車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很像台語片裡面的這些女主角 就很像是秀蘭或者是高雄花的晚餐車裡面的翠翠 就是不管是在計程車上 還是在馬車的牛車上 非常非常緊張的 希望可以準時的趕到車站 然後趕上那一班 我預定要上的火車這樣子 然後我今天其實是原本預定的火車 是沒有趕上的 我其實是還好台北 還有緊接著還有一班車 所以我想在看台語片的時候 我們住在台北以外的地方的人 其實會特別有感覺對於所謂的城鄉之間的距離 對於交通工具怎麼樣去改變了這個島上 各個不同城鎮之間他們的相對關係怎麼樣改變 人跟人之間可能有一種相遇的一個情況 好 那在台北大腳車當然 瘦蘭跟國土他們其實是在鄉下的青梅竹馬 然後因為一個城市發展的變化 瘦蘭必須要到台北找生活 必須要到台北賺錢 然後因此他們的關係開始出現了 因為城上而有的一種衝擊 那在另外一部片 大家大家都會把這部 另外一部片跟這部看成是一個系列 就是高雄發的晚班車裡面 其實是在高雄的女主角跟 在鄉下的女主角跟 在都市的男主角他們其實應有機會相識 所以我想在台語片當中 伴隨著1960年代 台灣整個城鄉的一個都市發展 其實會很明顯的感覺到這次 很多台語片裡面非常非常常用 而且家裡發揮的一個主題 那我想先請問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就是他們的故鄉在電影當中的設定是哪裡 永靜 永靜 對 是彰化的永靜 那這個其實是有一點很有趣的一個關係 是因為在這部片導演梁哲夫 他的另外一部片 宋君新年也是用抗戰時機為背景 的那個地方也是他們拍攝 就是彰化也是梁哲夫導演另外一部片拍攝的地方 永靜在彰化的北邊就是圓林 當時另外一部片我剛提到宋君新年年 也是白蘭主演的 他們當時在圓林拍戲的時候 其實是有用要拍攝爆炸的戲 所以白蘭那時候因為拍宋君新年年 也是在這個差不多六四六四六五這個階段 然後還一直受傷了 引起了相當大的一個新聞 所以當時這部片會永靜在彰化拍攝 不想應該有一些地方的關係 那具體的一個原因就是目前其實在研究上 還沒有往那邊進入到當時的一個拍片的一個片場的研究 但是我想很有趣的是顯然在彰化 永靜雲林的這個區塊是當時台語片的一個相對來講 其實還蠻重要的一個拍攝基地 那我們過去大家都會比較認為說台語片就是北投 那台語片在北投其實比較是1960代後期的 也就是說台語片的產量開始非常大量 非常大量蓬勃的出現 大概有一種快速一握握的方式拍攝的時候 才是比較是具體在北投的那個時間 但是這部片1960年其實在當時台語片的拍攝其實是全台灣在跑的 那台北之所以為台北 台灣的北部之所以是我們現在所認為的台北 它其實有一些歷史元素 那非常非常快的帶過這樣的一個背景 也就是其實在清末的時候 台北就因為交通位置的一個優勢 就是台北是有兩個港的一個是淡水一個是基隆 然後也加上當時的日本人比較喜歡吃銅鑼 那銅鑼也必須要在台中以北的氣候比較適合重視 然後還有當時的北部 北台灣開始有了茶葉的重視 那茶葉是台灣的貿易數據 非常重要的經濟作為 所以因為這幾個因素 台北開始出現了比較多的人口 那這個茶葉的重視也帶入很多移民人口 所以在清末的時候 其實整個台灣的一個都會發展 就漸漸出現了流氧往北 一個一個現象 那也就是這個時候開始 我們注意到了就是在1930年代的時候 就是大政期間 日本殖民政府開始進行了一個市區改正的一個工程 那這個計畫還不到我們現在所謂的這個當代的都市計畫 但當時就已經這個這個市區改正 就已經讓台北具備了一個所謂的一個現代化城市 這樣的一個空間培制跟規劃 那當然也變成了台北作為一個都市的基礎 那這樣我想大家很清楚 就是這樣後整個國家通過中央集權 把國家的一個進行了一個對於島上空間的一個配置 那也因此台北掌握了相當大量的金融的資本 跟地方產生的這個分配 所以也造成了其他地方 對於台北在體制上的一個依賴 那台北這樣也受從的日之時期 我們剛剛講的 以私自然生產於優勢 轉變成是用行政太貿易為主 那也產生了大量的一個人口 尤其是在從去之時就開始 因為長年的種植 跟主要是旺地而出現了許多的移民人口 所以在這樣後更確定了大部分的政經資源跟都市建設都會集中在台北 那台北從此也就成為台灣的這個都市地位 擁有台灣的中心都市的一個地位 那這樣後我們也出現了第二批的移民潮 剛剛講的在這個商業光流 我們出現了第一批的移民潮 將後出現了第二批各國民黨 到台灣的第二批的移民潮 在這移民潮當中三分之一全部都進入了台北 所以在這個時候其實也就出現了一個新的都市問題 也就是過多的人口集中在一個 沒有辦法容納那麼多人的一個區域 所以在1960年代的時候 其實就是1960年我們政府就在聯合國專家的指導下 開始了新的一個都市計畫的建設 那這個新的都市計畫建設就是 完全符合所謂的歐美國家所認定的一個都市計畫 那當年就接著了70-80年代這個很高度經濟發展的一個時期 所以我想有了這樣的一個大陸之後 我們就可以理解在1960年代 當台灣快速的從所謂的農業社會轉進到貨商業社會的時候 這個對於台北的一種期待 在相望的需求 其實很自然就會成為如果您在同一篇當中 很容易被阿龜的一個題材 那這個是看得算清楚嗎? 秀蘭東國土的台北地圖 大家記得秀蘭到台北就在哪裡嗎? 景溪街 所以景溪街它很具體喔 它是三向二號 所以景溪街三向二號 差不多是在完昌宮再過來 我畫得有點多了 在這邊 差不多在這裡 這一條是民生西路三段的模像 然後在這 它的三向二號在這 然後呢 它還去了那個 然後這個是中山北路 然後它在這裡 這裡是 那個 它被 它跟老闆去吃飯的地方 第一大飯店 老闆不是請他去吃飯喔 然後就在第一大飯店 吃完飯之後就 因為被下腰 不申酒力 就被老闆 那個性侵 我記得這個巧合嗎? 就一朵花 然後花就下雨 然後就是花對的 我們這樣一段意向的一個用 第一半店就在這裡 所以 這個是他們的一個 在當時這部片裡面的 敘事的設定 就是在中山區這邊 就是在中山區 那它 那個 它當五小姐的地方 葉巴黎 那葉巴黎的話 所以這個是先讓大家看一下 他們的一個地圖 那我等一下會解釋 對 回來到這裡 然後 所以這是他們的這個 主要的一個活動範圍 但是那葉巴黎呢 這個葉巴黎大舞廳 是在武昌街 然後現在其實已經歇業了 但是 大概大家如果去那個 武昌街的五樓 其實就是當時的葉巴黎 葉巴黎在1960年代的時候 是開始唸的 那這個也是一個很神奇的 這是在網路上露天有一個 這個賣家在賣當時葉巴黎大舞廳 在當時的階級 那這個私定當中的一個場景 那 這個葉巴黎其實它有一段很有趣的一個歷史 就是這個創辦人 他其實是一個陸港人 然後他到市門街 然後在陸港中學畢業之後 他就跑去大道城當跑腿 那因緣際會他就跟這個 一個大戶人家的女兒 就算是一個跑腿的 但他就跟一個大戶人家的女兒結婚了 結婚之後就進入台工 然後30出頭就當上了台工的總經理 非常非常厲害 那當時總經理之後 累積了一個財富 就決定自己創業 然後就開了這個葉巴黎大舞廳 所以很可以理解在當時 台北巴黎早車要去設定一個 五樓解營情境的時候 自然就會想到葉巴黎 那葉巴黎當時是全台北 最大的一個五樓 當時全城市區五小姐 就有三百多人 然後裡面的那個服務 就是五小姐是五小姐 然後她的服務生 服務生就有一百多人 而且因為很賺錢 她一天的零收 在當時沒買一棟房子 所以失能先出手這樣的闊綽 所以她事實上是 這邊的五小姐不大有月薪 還可以拿紅利 所以就可以想像為什麼 設晚她到台北賺錢的時候 她的朋友帶她去的 那一家舞廳是哪一家 就是葉巴黎大舞廳 所以非常的有趣 那後來這個 這個師先生就她的第一個兒子 她第一個兒子叫師人道 就是人愛的人 然後道德的道 這個名字是很中規中矩 所以呢 就是其實她在她第一個兒子出生之後 就把這個舞廳轉手了 因為舞廳會喝酒的地方 有五小姐的地方 難免就會有一些診癡 難免就會大大下山 所以她在她的第一個兒子出生之後 就決定離開這個行業 回到牧場去做鰻魚的生意 然後其實做的還蠻大的 那她其實是 但她如果有興趣的話 其實可以就是 Google 一下她的新聞 因為她後來有些雖然做鰻魚 但後來是自殺 就是這個自殺兒子 但是這個自殺其實充滿了許多的疑問 就是自殺因她傷的這個 所以也是算台灣的某一個奇案吧 就是這個師先生 那這個葉巴黎大舞廳其實一直 轉手之後還是一直有在經營 那大家其實如果比較熟悉的話 會是在2008年的時候 台北電影節放了紀大班最後一頁 重新歡迎 紀大班最後一頁 大概比較有影響 它是依據白星勇先生的小說改編的 那在80年代的時候是台灣一部相當 相當知名相當引起注意的一部片 那紀大班最後一頁 也是在葉巴黎大舞廳 所以2008年當台北電影節 把葉巴黎大舞廳 就是讓大家重新當喜富歇業了 在2008年之後台北電影節的這個活動 就讓大家可以重新的進到這個葉巴黎大舞廳 然後感受一下在那裡跳 目標舞本地的氛圍 那其實很可惜 我覺得2008年的時候 可能對台語片的研究 其實還沒有開始 所以怎麼講都是指到了 紀大班的最後一頁 可是我們電影在 在旅巴黎大舞廳 作為場景開始拍攝 其實早在紀大班最後一頁 其實早在台北巴黎早車 那這個是吳小姐的台語 所以這張應該就是網路上 當時他們辦活動的時候 網路上參加的一些朋友 在網路上他們自己的體驗 能夠拍下來的畫面 所以你會看到這個舞台 其實跟我在台北巴黎早車裡面看到 其實相對來講是蠻類似的 就是他當然還是有做了一些更新 包括後面的這個布景 已經跟台北巴黎早車裡面不太一樣 但是你會看到那個舞台的設 的空間配置 跟他的舞台的一個感覺 其實跟他後來的改裝 會有變化太多 那我就想說讓 看一下網路 讓大家看一下紀大班的最後一頁 裡面的這個跳舞的一個橋段 那很有趣的是姚瑋就是演這個 是他班的這個女主角 然後在電影當中也有一個跟秀蘭很 跟秀蘭很像的 我用下去一下 就跟秀蘭一樣有一個變身的步子 就跟秀蘭一樣有一個變身的步子 就跟他講的整理會見 就跟他講他講 來講就是 偵業 那我要做個 就是 跟他講就跟他講 在某些東西 真的 改裝 怎麼 都 在過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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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